高票当选机动市中山区市议员的 郭美秀和中山区建民里长郭振勇 一起发送爱心便当给老人家 收到便当的长者都很开心也很感谢 这么好啊 怎么说啊 这么好 没有 我就不用煮了 像我们两个母亲而已 我们家都去厨房那里做 先我一个 我到便当我就不用煮了 不是很好 我全身可以来做这做医工 我们洋艺员在中山安信协会的推动下 营养午餐送到每个礼的据典这边来 帮助我们去 真的老人家晚餐是儿子女儿回来 午餐的时候 有时候老人家忘记关瓦斯什么的 造成很多那个我在的那个状况 自从杨艺员这样 爱心便当这样 真的收益良多 老人家收益良多 为了照顾长者 中山区市议员当选人郭美秀和已顾夫婿 也是顾激动市议员杨时辰 从民国一百年开始提供爱心午餐 给中山区最多十八个礼 到目前因为中山一月路拓宽后 剩七个礼的老人家便当不中乱 如今高票当选的郭美秀 进入基隆市议会后 将提案推动基隆市老人家 享有免费营养午餐照顾长者 那因为拓跨40米道路 而让我没办法继续这样做 所以到卫生所隔壁之后 中山二路是伤 那因为没有场地 所以导致于我们用便当点 直接送到各站去 我们目前只有服务七个礼 至八个礼 那这个当中呢 也是证明说民众是需求 我们老人家需求量相当大 也相当需要的 那这一次在我的证件里面呢 我也有谈到老人 那个爱心便当 营养午餐的部分 我希望我上来之后 我会去往这方面去推 因为我们基隆市 以后面临的还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老人 老人化的这个社区 所以这个区块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我相信我可以去推动 因为我实质上经验真的很丰富 目前是往65岁以上 能免费营养午餐 那当然这个可能还要等我 进入议会之后去调查资料 我才能明确的 去推动这个案子 所以在此 我非常谢谢大家 这么多年 十几年来对石成的照顾 跟美秀的照顾 非常感谢 谢谢 郭美秀强调 照顾独居以及弱势长辈 一直是他和已故夫婿 杨石成的心愿 特别是根据基隆市政府社会处老人福利科的资料 目前基隆市老人总数 占基隆市人口数的19.23% 也就是每六个人就有一位长者 预估最快明年2023年 基隆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位长者 因此郭美秀认为 基隆市推动老人免费营养午餐 刻不容缓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祝福大限 总数 你 从 无 无 无